大家好,我是Tony 我現在在台中大甲車站 我們台中旅行的第二站要逛大甲老街 造訪老街附近的一些歷史古蹟 我們就從大甲車站出發 車站前面是馬路市蔣公路 通往大甲鎮南宮 日子時代大甲車站設在郊區 所以這條展公路是當時通往大甲市區的一條道路 大甲老街 巴洛克市的建築 這是大正時代流行的巴洛克建築樣式 分陽堂 還有山河冒習的英文字樣 大甲是台灣中部冒習的集散地 以大甲冒習文明於世 就是昭和時期 昭宗市建築 大甲鎮南宮 大甲鎮南宮 這是台灣最有名的馬祖廟之一 大甲鎮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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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鬼丑年 乾隆58年 1793年 雨天同工 我要离开大甲 大甲正南宫了 我现在走往大甲林寺真孝坊 四定古蹟林寺真孝坊 林寺真孝坊 创建于青道光28年 这里保存一些大峡谷碑 林寺真孝坊 是金表林寺娘 林寺娘 从12岁时 未婚夫死亡 就一直守寡70几年 很受大甲人的敬重 戴潮村事件时 大甲城被包围 城内断水 大甲居民就请得高望重的林寺娘 举行奇雨仪 后来真的下雨 解决大甲城的缺水问题 所以林寺娘受到大甲人的爱戴与尊敬 我们现在继续走往文昌池 文昌池在前面 台中市四定古蹟 大甲文昌池到了 文昌池创建于清光区13年 由大甲乡生捐营兴建 设有翼属于左右两厢房 是大甲最早的学校 圣基亭 又称习治亭 清代大甲文昌池原有的圣基亭已经消失 现在的圣基亭是民国38年兴建的 原立于铁针山 后来移至文昌池保存 其旁立有一块石碑记录此事 自克泽泰郎纪念试 十二年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自克泽泰郎纪念试 大甲圣人 自克泽泰郎 自克泽泰郎 日本雄本县人 1899年任教于大甲工学校 教学26年终身读生 所赚薪水全数捐助贫穷学生 而获得大甲人的敬重 1920年代 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涨 1924年 大甲工学校学生集体罢课 而遭到退学处分 自克泽泰郎 自克泰郎向新校长请求 原谅学生过错 希望撤销退学处分 但未获同意 自克泰郎于12月29日 在大甲水源地澡堂 榜石跳水自杀 次日 学生将其葬于铁针山 民国55年 自克泽泰郎的学生 在其幕前举行百年诞成祭典 并在其旁建立做纪念碑 由当时的考试院长孙科提至 自克先生之碑 这里是自克泰郎曾经住过的宿舍 大甲工学校创立于明治31年 1898年 最初就是以文昌池作为校舍 1895年以贵自然期间 日本敬畏师团司令北白川空仁九亲王 曾经驻扎文昌池 所以后来日本人在文昌池的右前方 立有一块纪念碑 我后来已经被拆除了 我去遗址那边看一下 Google地图标示 北白川空纪念碑遗址在这里 这里就是北白川空纪念碑的遗址 现在是大甲镇孔门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现在继续走往北门福德池 回到顺天路了 老街老房子已经渐渐稀少了 北门福德迟到了 这附近就是清代大甲城的北门 大甲城建于清道光七年 现在已经不留任何遗迹了 大甲城使书习惯称大甲土堡 实际是为石头城 城墙长510障 约1545公尺 从北门到南门约500公尺 西门到东门约430公尺 这是大甲北门口福德池 昭和13年历 19380 我们现在走往大甲车站 大甲区农会 我们回到大甲车站了 今天下午逛大甲老街 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 我们经过了路线及沿途经典 我们标示在Google地图上面 地图网纸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的大甲老街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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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